在過去的譬如說2018的各縣市的選舉情況 那這也讓大家秀出一股不尋常的味道 這股不尋常的味道來自於桃園 大家說其實照理說你應該是 要尋求幫你的上一個這個執政者繼續連任延續下來 可是這一次桃園的選戰卻是打一個綠營在走這個防守的路線 那大家就覺得奇怪不是綠營一開始在打張燦陣的時候是扮演主炮手主要攻擊的對象 現在怎麼全面已經回到了防守模式了 這第一個當然是受到了這個選情的緊張 更有人去比 像是這樣子民進黨的全面撤圍防守的縣市是什麼時候呢 是2018年的高雄市人 我先講就是說桃園對民進黨的意義在哪邊 我們知道蔡英文總統他已經把他的停順點 設在台北市 台北市輸了才算輸 那當然這裡牽涉到就是說他如果台北失掉以後他必須要 持續黨主席 那這個陳建仁是不是可以接得起來呢 黨內是不是願意呢 那這就牽涉到下一次總統的提名的部分 但是桃園的部分他有一點點 是你們家的事 是新潮流的事 當然這又回頭講說林志堅的事情會爆發 小英那邊應該是耿耿於懷啦 因為藍營不可能知道那麼多嘛 一定是綠營的搞鬼嘛 那也就是說小英要 這個新潮流把桃園交出來 地盤交出來 那這個呢 當然新潮流是不願意 所以這裡就牽涉到現在小英說 那你們自己 新潮流自己去決定要或不要 如果你如果贏的 如果能連任的時候呢 那當然 也許我們這個鄭文燦就可以來當行政院長 那萬一輸掉了以後呢 那是誰要來接呢 到底是陳建仁接呢 還是蘇貞昌來接呢 我想這裡每隔 主要是在這裡 所以有一點是 那你們家的事情啦 OK贏了也不怎麼樣啦 輸了你自己去負責任 好 那回頭講說看起來他是首勢 也就是說 到目前為止 他只有唯一的就是打張善政嘛 對不對 所以這裡有可能有兩個 第一個是老賢宅宅 也就是說 這個他過去8年來的綁裝割喉 其實相當的用力 我們大家都知道 鄭文燦很厲害做人的啦 OK 他可以double triple坦白講 就是很厲害 你如果敢開水就好了 所以他現在是在驗收了 第二個呢 對於這個新潮流來講 因為現在全台灣裡面 唯一還可以土地可以炒作的 就是剩下桃園 光是水利地變成國有 那至少1000億以上啦 所以他現在當然是要打巷戰啦 其他的都不想打了 好 那當然我回頭講 張善政的這個土地 金條的部分啦 我第一個先講金條啦 因為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我以前我們老師 就跟我們講說 因為外省人早期要反攻大陸 不買房子啦 也沒有家裡 也沒有種田 沒有土地嘛 所以說他那個時候 我記得他是嫁女兒的時候 就送金條給女兒啦 那當然這些東西就是要去流血做什麼的 所以那個有歷史的背景啦 OK 所以你看到 像我們也沒有錢買金條 第二個是 好像這買金條是怪怪的 放在家裡要幹什麼呢 OK 第二個土地的部分 剛才漢體委員也提到這個部分 就是有一些是持分嘛 那裡面的那個 你知道那個要賣那個印章籍是收不齊的 根本賣不掉啦 OK 第二個呢 其實還有一些麒麟地 水利地等等 那些這樣早期 水利地政府根本不跟你徵收嘛 OK 所以呢 我覺得用這些東西來講 而且更何況 他是在科技業 高科技的 他是當主管啦 我的薪水大概一年 差不多100到120啦 他如果是薪水一年 1000萬到2000萬 這沒什麼事 這是小事啊 那他可以省多少錢 如果說他只有5000萬 加起來 太少了吧 台北的一棟公寓 大概至少可能都要2000萬 對不對 我是覺得說 用這樣的抹黑 但是不要忘了 那民進黨多少 常付漁民的那些東西啊 那些東西 那些計畫不工程等等 到選舉的時候 就開始 你知道就是 抽頭啊 等等分工等等 拆帳等等這些東西 那是我們才看不到的啊 對 所以我是覺得說 你去 抹黑一個勾益 其實是 甚至不如啦 是 沒錯 那上一次呢 要用這樣 人數的灌水再灌水 或者是說呢 不斷的釋出現場的照片 出來澄清出 他們的人到底有多少人的 其實也是桃園那一次啊 當時不是就被說呢 這個變遷都流出來了 要號召 北桃園南桃園 要分別徵召多少的遊覽車 來到這邊 集結嗎 所以也因此 小新議員真的就是不斷的看到他們有多緊急 然後桃園這場有多需要信心喊話以及做出一個基本的氣勢來 像是這2400人的場子 這當然是這鄭克爽他去算出來的啦 就一個棚大約抓是400人 那六個棚可能是2400人 那他把他吹到是1.5萬人 果然是好運棚啊 這一棚都是 無限的 膨脹 但是其實因為選舉你們比較懂嘛 像這樣類似的場地也是你們搞得比較清楚 有這樣的狀況果然桃園是真的選情拉緊抱才需要不斷的撞聲勢嗎 欸對不起喔 我不曉得我們的觀眾朋友 有沒有人玩過一款遊戲叫做明星西餐廳 然後那個明星西餐廳裡面呢 也就是這個賣東西吃的 那就是就有很多座位嘛 然後你可以讓那個外面的客人然後來買你的食物 然後呢 他裡面有一些這種叫做什麼 有BUG 你就是用一些那種 那種魔術手指 他就可以變成是 把兩三張桌椅呢 疊在一起 一張椅子可以坐四個人 平行時空用餐 一桌本來只能坐兩個人 可以一桌坐到八個人 大家都坐在對方的身上越跌越高 這個棚不就這個意思嗎 這個棚就真的很小 我們一般叫這個帳什麼呢 接龍帳 那接龍帳呢 通常一個棚你就是放個兩三桌 我沒有在現場沒辦法直接看說他的桌數是多少 可是這個政客廂他已經非常清楚的去算了 甚至你可以去跟張善鑽的場子 來大家看我的手機去做比較嗎 如果2.5萬人的造勢現場椅子排成這樣 你說在這麼小的一條道路上面 怎麼可能塞進一萬五千人啊 你是要從路的頭排到路的尾才有這種可能性嗎 所以不要說4X貓算椅子 其實也會現在會有一些小編什麼的去算椅子 甚至來大家看他裡面的照片 連裡面你看他這個帳篷之下 都沒有坐滿耶 椅子是空空蕩蕩 你看 現場人數零零落落 然後呢空成這樣 然後呢 支持鄭運棚的人中間都走光 所以你看 在這一頂好運帳篷之下 裡面很多的椅子是空空如也 根本沒有人坐在上面的 所以這裡最大的一個是什麼呢 來給大家看 最大的就是這一台啦 這一台重量級的讀稿集有沒有 我們還要因為下雨 要幫他包保鮮膜 就怕他呢 可能被水浸濕了 萬一壞掉了怎麼辦 蔡總統要來 一一在台上如果念不出東西就死定了 萬一沒有稿子翻他整個演講就泡湯 所以你看 在整個鄭運棚的活動當中 因為蔡英文要來嘛 所以最重要最寶貴的 不是帳篷 不是椅子 不是人數 不是背板 是這一台超級大的民主讀稿機 是 那我們也要在此證告一下 我們有一個網友叫做 許文鄧嗎 他就說 你講那個明星西餐廳這個遊戲 年紀都出來了 我要證告的原因是因為我跟小新議員同年 當你講到年紀出來的時候 你也在講我年紀出來了 雖然我沒有玩那款遊戲 我是玩模擬視頻 再次餐廳議員 其實我們確實你剛也講到 這次張漢正他們的陣營回得快 回得準而且他有抓到一個主控權 為什麼呢當你還在那邊吵人家土地什麼的時候 他已經不跟你玩這一局了 他跟你來到下一關 而且這一關我看起來應該是 鄭文燦跟鄭運棚最害怕的一關 他們先藉由陶氏的總圖 就是等於總圖書館這邊 他的延期開幕 本來應該要表定時間是10月15號 也就是昨天要開幕的 但是後來因故延期 然後延期之後鄭文燦當然也沒閒的 就跑去我們剛剛講的這場 不管他人數是多少的那場造勢大會 結果呢 他當然就說那怎麼樣是為了這個你的 等於要造勢 所以才讓總圖延期嗎 還有另外 張燦燦也啟動了一個叫做 檢驗政績 這個政就是鄭文燦的政 檢驗他這8年來 實際在桃園所做出來的成績單 這就很包含了其中的還請來李鴻源 要去做公共安全的總體檢 這份成績單政績拿出來的話 感覺可以在選戰的後期 掌握一個話語權了 因為在 其實先前有一個民進黨 桃園的一個朋友 然後他私下跟我說 他說你們國民黨在桃園比較早期 比較早期的時候跟我講說你國民黨到底在 桃園在幹什麼東西 我馬上回答 其實我不是國民黨 他說你們藍營在桃園到底在幹什麼 他說你們根本沒有在監督鄭文燦 我說是這個樣子嗎 那直到 所以就是說過去以來 在地檢討鄭文燦 或批評鄭文燦 綠營的自己都覺得 藍營的監督不夠給力 不是說沒有 而是不夠給力 所以過去呢 張三鎮團隊也好 或者可能各種的媒體的報導 是因為了地震的事情 大家才發現說 好像桃園的這個弊案被揭開了 或桃園的豆腐渣工程被揭開了 過去我們在政壇或媒體 我們都是實有所聞 我們大約都知道鄭文燦要五毛給一塊 或者某些發包工程 比較技術不好 或者存在了一些貓膩 但其實過去都沒有登上全台灣的 大篇幅的版面跟報導 是因為地震才把這個 不可說的秘密才揭開了 潘朵拉之河 所以我認為張三鎮延續的這個議題 重新連結說包含他的圖書館 或者是其他的場館 這是讓整個從豆腐渣工程的 這個就是羽球場 到現在 是要讓大家有印象感 跟連續性 否則的話他就忘了 如果你現在跑去打一個別的什麼東西 假設就是 打什麼鄭文燦 就其他的東西 另開戰場 另開戰場的話 那跟豆腐渣工程沒有連結 所以最主要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過去的鄭文燦這幾年的 有哪一些 弊案的存在 這才是重點 這也是回顧式投票囉 就跟台北的狀況一樣 都要有 不僅是回顧 因為其實張三鎮本身也當然也提出很多的政策 跟政見 還有一些願景 什麼的 但因為先前的一段時間 大家都是聚焦在說 你看這個林志堅的論文問題 可是對於 街壁 過去鄭文燦的事情 提的比較少 那本來認為 像鄭保親委員 他是不是因為他也常常在桃園 那對於鄭文燦的一些 是是非非 多少也有些了解 但是這方面 他當然可能有 種種的顧忌 提的也比較少 所以如果張三鎮的團隊 尤其有很多的桃園市議員 都對桃園 深入了解 那現在既然已經是 驚畏分明的狀態 我也認為過去的 這些貓膩或者是疑似的弊案 都應該要通通攤在陽光下 就算沒有涉及到具體 弊案的問題 沒有法律上弊案問題 但哪一些的 施政 就是缺失的施跟 與政 哪一些不良的政績 也都應該是要有一份完整的 揭露跟報告 其實過去很多議員的整理都已經有了 那也當然了包含像我們新黨在中立的 市議員 游志斌市議員候選人 他也曾經做了整理 只是可惜媒體報導不多 但我認為這些都應該可以 是讓所有的人 就全部都整理完之後 類似的懶人包也好 以及宣傳的形象 跟宣傳的效果 才有機會公諸於眾 也就是說未來在張三鎮 這一邊的所謂的空戰 聚焦於打擊 鄭文燦 然後以及揭發過去弊案 因為還加上有李鴻元 這樣一個專業背景 說如果只是一般的這種 我們政治人物啦 或我們就像我啦 我去說這個工程不好 這不好 沒什麼說服力 但是由李鴻元來做加持 來做背書 這效果就會非常的強勁 所以期待能夠挖掘出 過去鄭文燦的 桃園施政下面 不良的一面 大家今天到包含 現在要來開Turbo 拼進月數了 就放你們動動手指 沖一波 一起開啟小鈴鐺 轉發 多多品客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呢 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 它有這個 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呢 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 這一顆一顆的 這個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